而在另一方面可以巧妙合成畫面的身位技術 Deep Fake 经常被有心人拿来做移花接木的犯罪行为 但其实这项科技也可以用来做好事 例如英国就把栩栩如生的身位人像 做成了动态广告刊版 携寻失踪人口 吸引了更多路过民众的注意 也让家属重新燃起了希望 伦敦街头的大幅广告刊版上 一名少女微笑地看着过往的行人 虽然天色阴暗下着雨 还是有人停下脚步注意看板内容 看板上的少女是克莱尔的女儿 她在2019年19岁时无故失踪 家人找了她三年多就是音讯全无 后来他们决定采用身位技术 制作协讯广告 希望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这项利用人工智慧的协讯广告 不只用动态影像取代传统照片 也将失踪字眼改成协讯字样 上面还附有QR Code 可以连结网站 秀出失踪地点的地图 以及个人背景资料 看到广告上栩栩如生的画面 克莱尔感觉女儿仿佛已经回到身边 内心相当激动 而新科技合成的动态影像 也更能打动路人的心 英国每年有7万名孩童列为失踪人口 虽然多数人在48小时内会回家 但有些家长就是盼不到孩子平安归来 采用身位技术的协讯广告 让家长重燃希望 专家也认为将比传统广告更有效果 公司新闻 曾惠明 编译 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